如果民进党 把假讯息的这样的努力 放在打诈骗的话 我们今天诈骗 不会这么变成诈骗之导 诈骗亡国 我的陈情案接了 现在不被关心 但其实还是很多 我陈情案接了 还是接了很多是什么 就是有年轻人被骗到国外去 骗到国外去 然后被关在那个地方 然后跟家人去要求付赎金 也就是说换言之 我们现在 大家都看新闻风头 其实这个问题 之前是柬埔寨 不论是缅甸 不论是泰国 哪里什么KK园区 对不对 抱歉都还没结束 还是有很多年前被骗过去 可是这政府他不在乎 新闻风头过了 他也不在乎 我今天就在财政部咨询 金管会跟那个述发部 我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脸书 那个投资诈骗很多 对不对 一大堆投资诈骗广告 我就问 为什么投资诈骗广告 你今天管不了 你今天抓不完 为什么 我讲一件事 你知道我们最近 我们选举的人 我们现在在脸书下广告 是很困难的 你知道为什么 你又要什么验证 又要登录 又要实名 搞错他要审查你 我自己连我自己下 那个脸书选举广告 到最后干脆不下 为什么 很麻烦 而且还不会准 准你还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我就问说 政府为什么脸书这个政治广告 然后你们跟那边协调 他说怕什么假讯息什么的 所以要很严格 我说他为什么诈骗没有 为什么诈骗的投资广告 在脸书就这么容易 他说因为还没有实名字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实名字 他说因为 今年六月脸书才会实名字 我就讲一件事 就是说在民进党的逻辑世界里面 他从头到尾他不在乎诈骗这件事情 那你看他们的报告也非常好笑 这粉丝太平 他说我打炸的行动钢领上路 我打炸办公室我好棒棒 我2022年减少了民众诈骗金额 超过67亿元 听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我跟各位讲 他自己内政部的统计资料 2021年是诈骗损失56亿 2022年73亿 2023年88.78亿 我跟各位讲 这还没算IMB就100亿 我都不知道IMB 到底算在哪里 那100亿到底算在哪里 这些数字还没有及到一个IMB 也就是每年不断的攀新高 他也跟你讲出 我们诈骗已经少损失了好多亿 好多亿 他非常满意 诈骗的打炸办公室成立之后 他去年年终成立之前 我们算过案件 跟成立之后 他就要打炸1.5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1.5的意思是成长1.5倍 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的 那个诈骗件数成长1.5倍 所以换言之 民进党一堆政治人物 跟诈骗集团 有千丝万语的关系 我说真的我也不意外 这个政府基本上在很多事情上 我都觉得他们在政策的宣布 还有在很多的一些 我们讲立法院的答询 他本身就是诈骗集团 都骗大家 很多次不说实话 所以搞到最后我们诈骗 越打诈骗越多 越打诈骗越严重 我们变成诈骗亡国 然后整个政府所关心 所有的力量全部在打假讯息 诈骗更严重吧 你一直打假讯息 但你能不能用打假讯息 这么认真的 认真的努力去打诈骗 我没看到这个决心 老富难为无米之吹 美花可以无电烘焙 我跟你讲真的是 王美花那个是 每天涨2块 一个月涨60块 我要讲说 你是住在哪一个星球 你是住在哪一个国度 抱歉 我昨天就去我们大安区 问了几家的烘焙房 我没有问到任何一家 是700度以下的 然后有一家店家 还告诉我说 他说按照他们现在营运规模 跟目前的涨幅 他说他预估门市 每个月要多2600元的电费 每个月 工厂还有工厂每个月要多3000元的电费 他说其实负担是非常大的 他说这还不讲夏季电价 夏季电价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了我跟各位讲 不是我去大安区直接做 所谓的我们的选区调查 得到这个结果 最好笑的是 王美花马上就被台电打脸 这个台电立刻就说 没有没有报告部长 不是这样子 如果说有烤箱等烘焙的电器的话 正常都会有 烤箱很靠电的 如果有烤箱的话 每个月的电费应该是78000元 所以照这次调整电价试算 会变89000元 所以增加1万多元 跟王美花甲一个月增加60块钱 差了182倍 在他眼中就是两颗茶叶蛋而已 对两颗茶叶蛋 我是说句实在话 你政府涨电价 我当然知道是因为台电亏损 对不对 然后你觉得什么 你要一大堆理由说非涨不可 我们也听了很多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说谎 说谎不是最基本的吗 你今天看到说今天 你摆明就脱离了 我们民众的观感 你哪家烘焙坊是说今天 可以用到700度电以下 还有包括你 很多人都突然觉得很开心 原来我家是豪宅 原来是豪宅 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出豪宅 一早醒来对不对 我家是豪宅 我突然有一种 本来都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好 突然看到涨电价涨10% 觉得原来家也是豪宅 超级豪宅 超级豪宅 所以我们满朝都是敬惠地 才会搞出这么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台湾经济真的是很不错 下午三点半 这群绿色军 还是要去找韩国瑜要咨询权 下午三点半 党才协商 就是还是 他还没放弃 上礼拜五通通都输眠 上礼拜五通通输眠 今天下午还要再去跟韩国瑜要咨询权 党才协商 那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我今天还跟一个民进党立委说 我说 其实我 我今天不讲政党立场 我单纯就是就现在的那个 整个社会的氛围 我说 你们还要开党团协商 我很乐见 为什么 我说 你们再去撞 对不对 你们迟到又爱哭又爱闹 对不对 立委迟到不害少 对不对 然后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就展现给国人看了就这个样子 所以跟你对话的绿营委员他不是主战派的 他有讲说里面有主战派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就说那没关系你们去闹 因为基本上 更何况上个礼拜五就是一个 现行计 我不要讲上礼拜五 明天各位 我跟各位说 明天我早上一早就去院会报到 我就帮大家来看看到底又谁在书面咨询 你今天才要再去要口头咨询 那我明天再看你书面咨询 明天谢谢我 因为我先预告 可能明天也许会乖一点 就好好乖乖口头咨询 但是我回头讲说 民进党遇到了韩国瑜 我觉得是 他会觉得有点失心疯一样 你知道吗 他明明你看到韩国瑜 被他这样面强 他越壮 然后他声望越高 他越壮声望越高 然后明天头破血流 他还是要壮 你看民主基金会这个事 就是离谱到极点 你从我们 坦白讲我们这任立委 开议到现在讨论多久了 一两个月了 可是他就18万在转 想尽办法 就是要去卡韩国瑜 我跟各位讲 民主基金会的预算 也就是1.5亿 你民进党说真的 你今天包三包还好 吃党吃鸡 你的国家预算已经多到 说真的 你到处养绿油油养肥猫 都花不完 可是他就一定要卡你这1.5亿 他连这1.5亿 他基本上都不放过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从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看到 民进党的心理状态 跟心理素质 心理状态就是逢寒必反 然后我管你 我的理由正当也好 我也要打你 我不正当也好 我也要打你 像今天我们讲 花东的快的特别条例 我直接讲 陈建仁去见韩国医生 他说 我好敢配你 对不对 为我们花东 来争取我们的 花东的交通的预算 来去为我们花东 来争取我们该有的建设 韩院长我敢配你 可是没有 今天在立法院 审花东快的条例的时候 就开始给你扣大帽子 违宪 违宪 现在民进党最喜欢讲违宪 好像依附宪法守护者的样子 怎么变那么快 我每次质询都想要 都会提醒他们一句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不要忘了这句话 赖清德讲的名言 各个变成宪法守护者 所以回头讲说 面对韩国瑜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民进党其实就是有一个 死磕到底的心态 你看民主经济会 大家本来以为说 他们终于顺应民意了 你看董事长后来觉得 好 本来洪世代带风向说 不让他当董事长 民进党就出来 后来看风向不对 出来打脸洪生汉说 没有 我还是要让他当董事长 然后接下来政党比例的名单 出唰 没有没有 那是物质而已 大家误会一场 现在就来搞执行长嘛 我也是在义成强硬派啊 今天如果说你一定要 你们明明进来派执行长 这董事长说真的 我觉得韩国瑜 他不应该要去当啦 那我们就大家在 民主经济会这件事上 交给人民来去攻决